接着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奇瑞瑞虎5X的后排 这辆车呢定位是小型SUV 然后它整个车身尺寸呢长度是4358毫米 然后轴距呢是2630毫米 可以看到它整个后排啊 先说空间吧 它整个后排的空间可以看到我坐在这里 腿有一拳多的空间 翘二郎腿肯定是不行了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它这个座椅啊 座椅不能很好的对这个腿有一个程度啊 虽然说它坐垫很厚 但是你看见没有 我的四分之一的腿是在外面的啊 然后我身高1米72 然后整个它后排的配置 配置方面两个出风口 然后下面有一个USB的垫 配置方面中规中矩 然后它也没有配备大家喜欢的全景天窗 不过我觉得可以理解 毕竟成本在那里摆着 然后给一个天窗 我觉得也可以了 因为很多人这个天窗一年都不会开一次啊 比如我 然后其他方面其实和前排一样 就是哪哪摸的前排这皮 然后这里均属拉丝的这个塑料板 然后这里是皮啊 哪哪都是皮 就整整体而言 我觉得它整个后排的这个舒适性啊 舒适性 你坐两个 坐四个人没有 全车坐四个人 没有关系 后排舒适性 后排够用 但是你如果说中间这里再坐一个人 就中间这里再坐一个人 后排可能要稍微有点拥挤啊 因为它整个小型SUV嘛 宽度不会很宽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它整个座椅的靠背 靠背有一些抖啊 它整个座椅靠背是非常的抖 呃 坐上去呢 短途可以 长途的话 呃 我建议还是稍微躺一点的坐 可能会比较好 然后可以看到它这个坐点确实非常的厚啊 这就是整个锐虎叉的后排